名字是施山學會 白仲奇先生 如果要起路的舊科技都顧不了的時候 新科技還哪個會覺得有希望呢 現在法例上的內憂外患是越來越嚴重的 之前有人說過 看一個地方的政府有多落後 就看Uber是否合法 那香港呢 不止這些 今天的銀行 compliance 花多少時間去處理外國的法律呢 例如美國Factor 和歐洲銀行監管的法例 現在一個就算是完全本土的小生意 因為網站可能處理一些歐盟的人的data 隨時都犯歐盟法律的 這些這麼重要的問題 政府其實做了什麼去保護香港的市民呢 這些不是叫做外國干預內政嗎 現在打貿易戰的時候 如果還不說這些這麼重要的問題 留下什麼時候說呢 但說回正題 科技園本身其實只是一個篩選工具 讓合資格的公司可以向政府拿錢 以及以極低的租金租地 政府其實是否應該保護市民的自由 確保法治人人平等 還是像現在這樣 為了特權去輸送利益 用納稅人的資源 以及我們珍貴的土地 令創科局變成像房委會一樣 如果建公屋最大的阻力就是益生移民 那創科政策又益誰呢 其實只要去將軍澳工業村就看到了 工業村範圍裏面有很多data center 但同樣在範圍外面有很多一模一樣的建築物 那分別在哪裏呢 就是工業村範圍裏面 就給政府極便宜的租金 外面就貴了幾倍的 但一樣這樣租 這些data center 根本在將軍澳 就是為了近海底數據電纜 那為何硬是要偷利益輸送 要便宜租租給他們呢 如果你問創科真的要地 怎樣才可以確保有效分配不是利益輸送呢 我們獅子山學會一直都說 最有效分配公共資源的方法 政府其實是一直都知道 亦都經常用著的 其實每年農曆新年年宵攤位 這麼公開拍賣 價高者也可以 最想用那塊地的人 就會投最高的價錢 那就不會再有人可以說有利益輸送的問題了 為何有些官員是民意這麼高 有些就越來越低 其實就是因為這些簡單的道理 多謝主席